今天咱们来吃家常菜 蒸鱼 这个是红烧乳鸽 烤鱿鱼 今天还有我妈妈包的饺子 看着就香 这饺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神 咱们好久没吃家常菜了 所以咱们今天来路易西家常饭 我妈在给我做爆蛋煎饺了 这用鱼刺儿勺 就是泼那个油香味儿特别好吃 没啥刺儿还 看 热腾腾的饺子 今天是我最爱的浑香猪肉 凉一凉 大鱼肉 这边好看 看 贼嫩滑 西红柿 西红柿 我爸自己种的 小时候 最常吃的一道菜就是糖瓣西红柿 然后吃完这个西红柿之后 把那个盘里的汤喝了 对 嗯 那一口是精华 不 那一口是灵魂 我妈给我做的那个爆蛋煎饺 是不是贼香 包起来 好烫 好吃 好吃 他会来点辣椒妈妈 蘸点这个辣椒油 这要蘸点这鸽子这摊应该也好吃 油汁的够 先凉一凉 先吃点这个 这饺子凉了 饺子初爱吃凉饺子 筋豆 哎呦呦 好久没吃饺子了 对 我妈 今天和这个馅真的 非常完美 咸淡合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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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拿下鲤鱼 要跟那个饭碗吃花 嗯 海鲜 你少少点啊 行 喝点酱油 也挺提味的 饺子配鱿鱼 海鲜饺子就代声了 嗯 嗯 呃 咸淡 咸淡 哒咸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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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估计也 是不是应该什么汁都不蘸 最好吃 这个饺子就是越蘸那个 越有那个蛋香味 哦 哦 吵了一跳 能不能加脚啊 这胖子靠住了吧 啊 また一干 这 这饺子就是干吃香 然后那个饺子就是蘸醋香 大嘗一口 再来鱼摊试试 这饺子吃到后边越吃越香 它就是很香 其实我打算是你想吃婚姻的 没有细品 后边开细品 你回想一下今天我调的真的很好 我都真是挺好的 对 真的很棒 吃饱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新闻小沈点赞收藏 收藏了 说回来 有点吃的太兴奋了 是吧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新闻记得给小沈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